波台风还没有登陆在台南 却传出了防台溺币的意外 游民工人在进行合体补强工程的时候 不慎衰落大牌溺币 这名52岁的红杏工人靠着四处打工 一个月4万块的薪水养活一家六口 顿时家庭支柱 让家属接获噩耗痛哭失声 富人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还不断的祈求神明保佑 让他的弟弟能够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 不过这个愿望最后依旧无法实现 上午9点多台南一名工人 在进行合体补强的工程 只有却不小心摔落三公尺深的大牌里头 不见人影 其他人立刻找来消防队帮忙搜救 经过两个多小时 终于顺利找到溺水男子 可惜已经晚了一步 男子平时都在工地帮忙 一个月领四万块 却要养活一家六口 这几天临时被调来支援合体补强 原本要赶在台风登陆前完工 现在却出了意外 也让这个家庭失去经济支柱 现有的已经都帮了 所以现在我们市政府重新发帮 要做一个安全党组措施 为了不让下游村庄 因为台风而饱受淹水之苦 男子拼了命赶勾 现在却不幸发生意外 让家人难以接受 记得王少宇李思贤台南报导 对王少宇李思贤台南报导